大家好,最近巴菲特重仓日本包括三井和303年的五大国内的商社 引起了很多投资人的注意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这个 巴菲特先是在2020年收购了这五大商社的5%的股份 然后现在又逐步加仓到7.4% 每家都是一样 那原因是什么呢? 他昨天在CNBC的采访中基本上讲了两点 第一点,这五大商社并不是很多人想的只做进出口和传统的批发生意的公司 它其实业务非常多 而且很多投资是在能源方面 因此我们可以把日本的这五大商社跟巴菲特自己的公司相对照 其实两个结构非常相似 业务其实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巴菲特最近几年特别喜欢能源和石油股 我相信这也是他考虑投资这五大商社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当然就是价格比较便宜 这五大商社跟日本的很多公司一样 都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 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同时他们又都有不错的股息和股票回购 可以说非常符合巴菲特现在的投资风格 巴菲特自己估计 这五大商社每年平均的收益率应该在14%以上 讲了这些原因 后面再讲一下为什么巴菲特可以这么做 而我们一般的个人投资者没法这样操作 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日元对美元 以及其他的主要的国家货币 在过去几十年都有非常大的震荡 即便是这些日本的公司有不错的回报 但如果赶上日元的大量贬值 那你的投资收益就没有任何的保障 因此要在日本投资必须要解决汇率风险的问题 而巴菲特当然不会想不到这些 这就是为什么他不管是在2020年 在首次大规模收购这些公司的情况下 还是在现在2023年 他都是一边收购这五大商社的股份 另一边也大量的发行日元的债券 不管是时间上还是金额上来看 他发行的日元债券 跟他在五大商社的投资 基本上是相当匹配的 他就通过这种发行日元债券的操作 相当于给自己的投资 做了一个对冲和套期保值 他就可以保证自己14%的每年的平均收益 不会受到日元大幅贬值的可能影响 这当然也是我们一般的个人投资者 无法做到的 这个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面我会讲巴菲特 为什么会卖掉他的银行股 这凭不是投资建议 谢谢 再见 再见